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這行家一定贏 全球地產我最行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再度回到我們全球地產我最行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彎彎 我們上一集非常的精彩 就是包括我們山縣海縣 整個台中現在的一個重點計畫 123計畫 我們剛才很快速的幫各位 run了一輪 那接著下來 周邊怎麼樣來帶動我們的其他地區的發展 還有關於這兩條線 周邊有什麼樣的一個新聞議題 也是大家很關注的呢 首先就要來歡迎一下我們三位的來賓 當然這一位呢 我們大家很熟悉的 我們今天一日台長 我們歡迎的是 台中市不動產仲介經濟商業同業工會的理事長 吳本源理事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接下來我們歡迎的是台灣房屋風源特許加盟店的許志偉店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第三位我們要來歡迎的是生爐不動產的盧俊生總經理 歡迎總經理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主持人好距離市中心很遠 那現在 他現在做這個 就是這些計畫 前瞻計畫 有沒有可能真的帶動說讓我們市中心跟城鄉真的有這個 連結 對有連結 再來是說人口有可能就是往外移嗎 有往外帶動的這個效益在嗎 我想要補充一下 這個三所線尤其鐵路軌道這一塊 它是在最外環 那剛才主持人講到 其實如果說以都市的一個外擴手中還是交通 那我想這個交通 三線、海線一樣 你一定要某個主要的一個交通跟淡黃區來連結 才有辦法帶動整個真正的人口的一個移動 所以輕移民也好 或是說在海線部分 它有沒有辦法說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建設 帶動到海線往北 那個新竹這邊移居 那往南這邊來吸引人口的納入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它重要的人口還是 台中市當地的人頭 還是在台中的淡黃 淡黃人口 那它未來的一個移居的一個計畫往外擴 那這個東西就是要靠建設了 交通建設了 所以我想這個兩個專家就要知道了 這個地方這個建設對哪一個地方 哪一條主要的道路對你是有利的 是不是也可請他們來講一下 好那盧總經理能幫我們稍微講一下 OK 那我針對海線的部分 再跟各位觀眾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海線就是台灣大道 做了一條藍線的捷運 那當然這個是 依據2020年開工 然後2030年完工 那相對這個捷運藍線它做好了之後 它對我們海線的幫助也是會非常大 那主要一點就是說 在縣市合併以前跟縣市合併以後 到現在的時間大概有7年的時間 那我這邊有做一個圖表 大概7年的時間它有什麼變化 讓各位觀眾 首先我先報告一下 在海線地區 在沙路來講 我們以沙路來講 沙路它是海線的中心 它是唯一海線不靠海的區域 那相對的 它的人口是最多的 那沙路裡面它有兩所大學 還有兩個大型的醫院 像銅仲和醫院 光田醫院 這個在中部地區都算 還蠻知名的一個醫院 那再來就是沙路 這個台中國際機場也在沙路 所以說在沙路這個區塊 它是以海線的 它可以當為海線的中心 那相對的在這一個人口的部分 它在100年的時候 它的總人口數只有81,617人 但是在我們到9月底統計下來 它的總人口數有93,606人 那在一個人口成長的部分 它總共增加了 有差不多3萬人左右 大概3萬人左右 那相對的說在這個區塊來講 它的房價也是最高的 那相對的 它的生活機能是最好的 因為在合併之後 進入那個大型賣場 佳樂府有進駐來沙路 然後什麼一些大型的一些 連鎖的業者 也都進駐到沙路來 所以現在沙路算是一個 人口漲得最快 人口漲得最迅速 房價也漲得最快速的地方 所以我說 最早 10年前沙路的透天 一間在靜宇附近 大概400萬左右 但是經過10年以後 這個400萬現在的價格 已經到900萬 所以它漲了500萬 對啊 已經是漲了一倍多了 所以我認為說 在一個區域 它的人口有提升上來的話 當然它的房價 就不會有下跌的理由 那這些人是哪裡人 可能觀眾很希望去了解 那據我們統計 因為我在這個區域 也經營了十幾年 所以我們統計下來 大部分有三成的人口 是從西豚、豐甲這邊 遷移過來的 那 大概另外三成的部分 是差不多在那個中科 這邊上班的 好比說台積電 這一些電子心棍 他們也移民到沙路來定居 那另外大概有四成的人口 就是彰化 新竹、苗栗 這一些縣市的人口移進來 所以我認為在海線的一個未來發展性 以沙路來講 它的房價還是會再居高不下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清水區 我剛剛看到的那個清水區 它從合併之後 七年的時候 它的人口只成長了 大概944人 但是它的房子增加了265戶 2656戶 所以我們看這個數據來看 它代表了什麼 好像是不是清水的機會比較大 那 相對於它的空汙好像是不是比較高 那其實不是 因為它很多都是最近才蓋好的 包括很多大型建商 遠雄、保家、富裕 他們都陸續在這個區域一直涉略土地 從一瓶9萬多買到一瓶25萬、30萬 所以說在這個區域來講 我們認為如果它沒有投資的願景 我相信建商它也不會大力在這個區塊來蓋房子 所以我認為說在海線的未來 它還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投資 好在這邊我們先聽聽台長剛剛有話要說 這個我想一下 這個剛才俊生講說 你那邊的移居人口 大部分都是從我們台中原市區的西屯 逢甲甚至中科人過去 這是真的 這我還蠻第一次聽到蠻震驚的 因為以這邊的我想說就是新貴 那他們的移居條件就是生活商圈技能要 一定要好 很好 他們會往那邊集中 後來他們在第二階段竟然會往你那邊來移動 你那邊有什麼特色會吸引到他們想要過去 這是我很好奇的一個 對我也很好奇 我剛剛就這樣 那個我跟理事長這邊報告一下 我們剛剛說到大概有三四成的人是從市區移過來 因為各位也知道 沙路早期他的房價 他大概七百萬八百萬就可以買到透天 有天有地 那如果說以七八百萬在市區來講 他搞不好只能住公寓 對 所以包括這幾年很多市區有很多土地重化 其實很多地主他都往沙路來購買 因為他認為很便宜 一間房子差不多七八百萬就買得到了 所以他認為說這邊交通也便捷 像以目前的一個VRT公車來看 他的班次大概三五分鐘就有一班了 而且十公里還免費 所以說對市區跟海線的一個連結的話 他在交通上很便利 那相對他們選擇性就高 那過去大家可能有聽過東海吧 東海大學 那其實我們現在靜宜大學那個商圈 也不亞於東海大學的那個夜市 所以也歡迎大家有機會來海線走一走 看一下這邊 真的是跟您想像的是不一樣的 這邊可能就要問一下 許店長有沒有話要說了 真的現在是 真的是有一個趨勢是在往海線走的嗎 那我們山線這個地方呢 三線我這邊我報告一下 那三線原則上其實 楓源他為我們三線這邊的核心 那我們楓源這邊在這個靠近楓市路這邊 他有一個我們現在74號道的這個環線 那他要接到我們這個壇子的慈濟醫院這邊 那這一個道路他已經進行施工大概將近一半的工程了 預計到2021年會全線來完工通車這樣子 那整個通車之後 他會整個讓我們大台中整個外圍緩 快速道路整個完全成形這樣子 那我們走這一條路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繞我們的大台中一圈這樣子 那以房價來說的話 目前我們在這個台中時期這邊的房價 一間45坪的華夏 大概價格要 新城屋來說價格大概要1300萬 三房加車位 那以楓源目前三房加一個平面車位的價格 差不多在800至900萬這個區間 所以剛剛以我們這個海線區來說 今天也要900萬 其實三線區這邊的豐原區 反而價格又特別的顯現溫和了一點點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我們這個 豐原這邊就將近在我們這個 11月要舉辦我們這個花博的這個展覽 那展區是在我們的外埔還有厚里豐原三個展區 那展期是到明年的4月這樣子 所以很歡迎各位觀眾 一起來歷領我們豐原的三線區 現在是兩邊胡打廣告 來參觀我們這邊的 我們的美麗的環境 我想問一下現在74號 就算說快要完工了 2021年嗎 那現在就是例如說 有因為這個它等於是聯外了 有因為現在這條這個正在拓建 然後呢帶來人口的移入嗎 可能對外縣市來講 這樣更快了 人口的移入坦白講 豐原區域來說 陸續現在大概將近有15棟 這個新的大樓在興建中 那每一個建案根據我的了解 都銷售的相當的好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的清楚知道說 宜居人口很明顯的進來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在厚禮區那邊 它是我們這個中科的厚禮園區 可是因為它那邊比較屬於農業鄉鎮 所以晚上比較沒有一些的商業的一些商家 所以大部分居住人口都會以豐原這邊為首選 嗯 理解 那我想這個部分喔 那個跟兩位問一下 我現在我是一個台中市 可能我已經在這邊移居到台中市 有一段時間了 那你覺得我該往哪邊 第二次的移居清移民 往哪邊會比較符合我想要的 我先說齁 嗯 我會建議齁就是往海線不用再考慮了齁 為什麼會 因為目前齁 我們海線目前的一個地價 以建地來講 大概10米路 10米路的建地齁 大概一坪15萬還買得到 所以我看整個大台中可能除了和平區以外 其他的區應該都買不到 那所以相對的 海線它的優勢 就是說它未來有捷運 有那個 國際機場 有兩個交流道 有61號 有凹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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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真的齁 死衣住行娛樂都有了 然後現在房價很便宜 現在房價還是 對的很便宜齁 趕快進場卡位 好 我們許店長 許店長有話要說 來 我補充一下齁 因為像山縣這邊齁 其實它整個 因為緊鄰我們這個山區旁邊這邊 所以其實它整個 它的地理位置氣候來說齁 相對之下其實它整個蠻溫和多的 那我們也冬天的時候 比較沒有所謂的這個 強大的海風的侵襲 在夏天來說 因為我們又看進這個山區旁齁 所以顯得又 比市中心來說齁 涼爽多了 溫度大概差至3度有 這樣子齁 對 所以就是說以山縣這邊的居住 其實它的人口數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山縣跟海縣 它的人口數其實差得足足一倍 好精采 現在兩邊在拉鋸了 往內來往外 雖然海線風是大了一點齁 但是我相信這個未來是可以克服的齁 什麼克服 因為以目前來講它的腹地比較大 那相對空曠的地方 風就比較大嘛 是不是 那如果有一天 它大樓越蓋越多的話 在這個區域來講 是不是風相對的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認為說 在一個區域來講齁 以海線區 其實住久了就習慣了 所以 所以說 給各位觀眾 稍微多多了解一下 因為 很多人對海線的認知就是風很大 早期它就是成衣商場 全台灣成衣商場做最大的地方 但是 因為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啦 曾經有客戶問我說 你們殺入這個區塊怎麼 房價這麼貴啦 我問他說 其實 光這十年的房價已經漲了好幾倍了 但是你現在如果再不進來卡位的話 我相信未來會更貴 好來徐店長 我再回憶一下李市長剛剛這句話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們伴隨著我們年齡不同的階段 會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 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跟李市長報告就是說 在 原則上是我們50歲前 我會建議說可以來三線這邊來做居住 因為他的這個生活機能相對來說比較完整 那50歲半退之後之後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盧總講的 就可以到移居到我們這個海線這邊 因為相對房價差不多嘛 可是那個時候因為我們生活機能需求 就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就可以移居到比較 休閒的環境來居住這樣子 好你們兩個再講下去 等一下大家都住中間了 你知道嗎 那個一個區域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有一個好的居住環境 但是如果沒有好的工作環境的話 我相信光貸款也沒有錢可以講 所以在海線的地方 它連工作環境都有了 現在那個工業區裡面的土地也都暴漲 很多廠商來都找不到土地 那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海線的發展是很有很大的潛力 所以也希望說大家有機會多給我們海線機會 來看看走走啦 其實它說風 山井Outlet裡面風沒有那麼大 是不是快要開啦 這個Outlet好像 對 最近其實 最近跟大家報告一下 12月12號它正式開幕 12月12號 所以默默的它已經蓋好了 12月12號 請大家來感受一下 好 買房之前先可以去Outlet看一看 這是沒問題的啦 那當然接下來 其實我們說台中市這邊 對於藍線的規劃 整個是由淡黃區往外到海線區 而且現在很棒的是 果然這個政策 我們人民的心聲他們有聽到了 原本沒有要蓋到台中港 現在是往東 往東到台中火車站 往西到一直延伸到我們台中港 貫穿了整個由內到外了 所以可能接下來 三線的問題 三線要住哪邊的問題也都解決了 那當然我想兩位呢 一定還有很多話要說 我們的觀眾朋友也有很多問題要問 不要忘記直接在我們的節目底下 繼續來留言問問題 有機會來拿禮物 那當然下一個部分 我們更加精彩了齁 除了這兩大區域真的是各有優勢 還有什麼樣的物件 受歡迎的程度如何 可以來跟大家做分享的 我們留待下一集好不好 先給大家賣一個關子 不要忘記持續來鎖定 全球地產我最行喔 那在哪個部分 你最好看 我一定會知道